大家好,又係我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又回到北風,就離不開幾樣東西了 第一,當然是火鍋,第二,羊腩煲,第三,糯米飯,當然是生炒糯米飯 如果生炒糯米飯,功夫多,那有什麼方法,就剩下快捷,好吃的糯米飯呢? 做一個蒸糯米飯,蒸糯米飯當中,我們都會有些材料去配搭 這次很特別的一件事,就是配搭芋頭進去,還有我們會攪肉餅 浸了一些土油 現在買了新鮮半肥瘦豬肉回來,我們首先用水浸一浸 這些新鮮豬肉,我們用普通溫溫水就可以了 在豬肉浸中之際,我們現在處理糯米 我們做糯米也有好幾種方法,一般我們在外面做的糯米 全部都要隔晚浸水,然後拿去蒸 如果不浸水,又要做得好吃又要快的,那有什麼方法呢? 我們就這樣蒸了它,首先我們先洗糯米 我們先洗了兩次之後,我們就加水 加水,你也不要加太多 我們剛剛就在糯米的表面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在中間這裡,就不要放太深 我們寧願在旁邊的表面再多一點,差不多 糯米準備好,我們就二話不說,開大火 煮一些水 我們把糯米放進去蒸 水滾隔魚,蒸它三十分鐘 糯米正在蒸之際,我們就看看半肥瘦 糯米正在蒸出,用濕溫水浸了十分鐘 大家都看到了,它有些不好的東西 就呈現一些粉紅色的血水 現在我們把它清洗乾淨 洗了三、四次之後,我們就隨即把它清水 這樣,我們在家裡做這些肉餅,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我們會洗得比較乾淨一點 如果你說,在外面的肉桌,買舊 就叫師傅攪拌 這樣你就跟師傅說,麻煩你給我洗乾淨一點 這樣就拿去攪拌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不放心 就回來自己做 自己做這些豬肉碎就會比較安心 我又不建議大家在外面買的那些,在超市沒有所謂 在外面的肉桌,我不太建議 這樣,你寧願你選擇煤頭,讓你馬上攪拌 或者,就像我這次喝,買一塊回來 就自己做 這樣自己做,你也不要說剁乾淨才洗 你也一定要洗乾淨 這樣你才可以處理 還有,我們處理之前,就必定要把它抹乾 那我這次就... 一半一半一半 我這邊就拿來做肉餅 這邊我就拿來做肉片 明天就炒肉片意粉 那我們切手肉 那我們切肉片是怎樣切的呢 我們牛肉就要橫紋切 那肉片我們就盡量順著紋去 就像這些 順紋切的肉片 它做出來就更滑一點 你看到嗎?順著紋的 那現在我們就慢慢切完 切肉片 都是要慢慢練 因為,你買牛肉 肉檔的師傅就會跟它切完 那如果你買牛肉 那你買牛肉呢 就大部份它都不跟你切的 除非你真的很相熟 那切這些肉片 都要慢慢來 那要貼著筋在這些地方 我們就切下去 那如果切不到的 那些筋在這些地方 我們就切出來 那這些我們就切完 那這些肉片 已經處理好了 剪在肉餅那裡 我們都是要把它全部切掉 那你說不行 就拿一部攪拌機出來 就把它攪拌了 那攪拌之前 我們都是要做同樣的動作 把它切成一粒粒 這些都是 把它切成一粒粒 切成條狀之後 我們就把它放好 這樣就慢慢切 因為呢 如果你太大塊 它有筋的位置 你未必會 把它切開 那如果你切成一粒粒 這些有筋的位置 你把它切開 那你把它切開 你也不會說 很難吃 那你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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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在外面 買餃子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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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時候 那些師傅 就改改了那些 肉頭肉尾 那他就會 一起做的 那你如果你想 那些吃得好些 你便買一件梅頭 連著肥的 那你叫它起皮 做這些肉餅 一定要夠 有肥 那你才好吃的 那些肉粒也是 那我們就全部把它切粒 那現在 就全部把它切開 切開 那這些肉餅 盡量用刀頭去切開 你說 我家裏 又有小朋友 又有老人家 那做這些 剁肉餅 那他有時候 好像不太高興 那樣吃得 就拿一部 攪肉機出來 那便攪了它 特別是 在家裏 有老人家長者 對吧 你便可以 打到 變成 張 打到 過程當中 可以加一些 有味水 一起打 那你說 我想吃 質感更好 那一定是手剁的 現在剁了 一分鐘多一點 差不多都成型了 那這個肉餅 剁了兩分多鐘 便可以了 因為手剁肉餅 你不需要剁得太溶 這就是手剁肉餅 它的值錢之處就是這樣 剁了兩分鐘 這樣便可以了 那便放在碗裡備用 接著我們教醃料 都是基本的 醬油豆粉 糖 鹽 胡椒粉 一次過就醃了兩樣東西 所以我們把胡椒粉放進去 鹹味的來源 來自鹽 鮮味的來源 來自生抽 生抽可以加多一點 因為豬肉很配合生抽的味道 所以更加鮮味 我們就加蠔油 但是減入一些 psychology 鹽味都足夠了 輕輕便例子 咸到劍糖 然後去混一下 然後就加生粉 生粉的作用 是讓醃出來的だから commodities 就會更滑和 five 我們的結果 再加一些清水 把所有調味料開成一個糊狀 全部混合 首先醃了第一次的肉餅,先攪拌 放一點點,讓它拆 先攪拌後,讓它拆進去 然後還有肉片 再放一點點 醃肉要慢慢吃進去 肉才會滑和入味 慢慢吃 沒問題,讓它慢慢滲入 然後再放一點點 再放一點點 只是一個基本調味 肉餅,豬肉碎,肉片,肉絲,肉粒都可以 用這個方法 拿到沒有水 再放一邊 再放一邊 再看這裏 沒什麼水分 再倒一點點 讓它慢慢吃進去 如果一次放大多 它很容易醃到它會咬水 還可以 還有肉 也要瘋得夠乾身 夠乾身 夠乾水 這些醃料才容易醃到進去 醃到這樣 差不多了 這邊 我們可以再放一點點 然後把它拆開 醃到醃料 醃料就沒有了 如果你想去埋爐 炸實一點 這段時間 我們再放一點點 讓它放一點點 讓它放一點點 然後再放一點醃料 你不要看它現在好像很乾燥 你稍後再冷一冷 它就會比較醃 現在就麻西蘭 最後我們要放一點油 放油 先鎖一下 才放進去醃料 以及有滑身 然後再拌勻 這個肉片就完成了 包裹保鲜纸,放在冰箱上 明天可以拿出来烹调任何食物都可以 包裹好后就放在冰箱上 被油锁住,完全不会吐水 这些肉片就变得好,变得滑 这些猪肉碎就放在冰箱上 放在冰箱上,可以放在冰箱上 然后拿出芋头 蒸糯米饭,加一点芋头 吃味道完全不同 特别是当时令的芋头 买芋头,如何买? 我可以跟大家说 芋头都是短重量去计算的 这样,几千一斤,几千一斤 如果买芋头又重又贵 那你就真的吃虧了 为什么呢? 芋头越重,里面的水份越多 我们叫做生水的 芋头就不好吃 买芋头就一定要轻身 越轻身,就会越粉 价钱又便宜些 那你就买了一些好东西 放在手上,轻轻的 你说再不会选择,有些切开了 看看中间够不够粉,你就知道了 这些芋头,回来我们也很简单 那我们就用一把刀全部将芋头皮起来 那就可以了 那你每天都可以用一个刨出来刨 这样,在做这些芋头之前 你千万不要弄濕 因为如果你本身有些皮肤敏感 很容易痕痕的 那特别是要留意 因为芋头都会有些痕痕的 那我本身做芋头都会有些痕痕的 那我们就尽量不要弄濕它 这样切完它 那我们才轻轻冲一下 那是最理想的 那我们就轻轻冲一下 沖水了,接着呢 我们就将它全部切片 那我们稍后也是铺上糯米饭顶上 再蒸 那... 当糯米遇上芋头那种食味 大家试一下就知道了 那芋头处理好之后呢 剩下两条腊肠 这些腊肠我们也要先蒸一蒸 或者蒸一蒸 然后把它放冷 那做这个菜呢 这个腊肠的作用都很大 那我们就把它切薄片 那有什么作用呢 大家稍后看我做就知道 那我先切薄片 那先切薄片 那腊肠都切完了 那这些土有酥 那我们就拿出来洗干净 那我们就浸一浸 那浸完呢 那我们就浸一浸 那它有点咀 也会有一点硬的 那再浸一浸 再洗一洗它 那因为这些土有酥 它很多时候呢 它都会有点点电油味 那我们就浸一浸 洗一洗它 然后再做一个步骤 那洗了第二转之后 那我们就拿点滚水 那我们的目的呢 那也是用点滚水拖一拖 那如果表面有什么不好的味道 那现在就拖出来 那现在我们就冲水 那冲干了 那我们就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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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土有的那我们就轻轻轻 Magnussen 我们都轻轻轻轻轻打算 先讲将地拖一半它蒸 那 machine 那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起到中火的糯米饭 现在我们就保持着上中火的糯米饭 现在 evaluations了三十分钟 那我们先看一看 what 先看看環境 看不見 拿出來這裡 在飯心裡 挑一些 看糯米飯熟了 糯米飯熟了 代表飯一定會熟 現在把芋頭放上去 把芋頭放上去 配些蠟腸 這裡 這樣 我無求 蠟腸的醬汁 一邊蒸 慢慢煮到飯裡 會有油香 還有 讓芋頭蒸的時候 就會受熱 就會比較均勻 我們先把芋頭弄好 這裡就把芋頭弄好 然後再放進去蒸 大約蒸5分鐘 目的是蒸到芋頭 它會有差不多的軟度 我們先把豬肉放上去 我們保持著中大火 現在芋頭蒸了5分鐘 我們看看什麼模樣 差不多了 我們拿出來 現在我們把剛才打好的肉餅 薄一薄一層 我們就鋪上去 務求 它待會蒸肉餅 那些汁液 慢慢就可以滲到飯底下 不要鋪那麼厚 薄薄的一層 然後把芋頭弄好 還有 魷魚、薑絲 就可以放在上面 這些 全部放在上面 然後再放回去蒸 大約蒸8-10分鐘就可以了 蒸到最后阶段又和大家再吹多几句啦 为何我们要蒸热了芋头才放些猪肉上面呢? 方便猪肉熟得会更加均匀些 因为芋头已经有个热度 只要糯米饭就用水蒸出来 口感和隔水浸去蒸糯米饭 除了大家的分别是什么呢? 隔夜浸出来的糯米会有点咬口 很多时候我们用二次圆烹调 都会浸去糯米再再去蒸 蒸完出来就会滴味 做糯米包 甚至乎现在很多叫生炒糯米饭 其实都是熟炒 你都要蒸糯米才会去炒 这次我们的方法就是 比较容易做些 而且不用花那么长时间 忘记浸糯米或什么 做出来的糯米会比较软 还要浸一点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稍后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不需要浸糯米的 保持着大火 把猪肉放进去 现在蒸了约8分钟左右 看一看 哇,什么模样 那种香味是分香泡鼻 我们主要是看猪肉熟不熟 这样就可以了 做下去 已经全部熟了 这些糊头更加不用说 已经全部粉了 至于这些糯米饭 差不多蒸了40分钟 这个菜基本上就完成了 哇,我们拿出来 再加一点葱花上去 哇,真是不得了 再加一些香葱豉油 或者蒸鱼豉油 淋上去 这个糯米饭 够四个人吃的了 有饭有馅 那我们就一层一层吃下去 先吃芋头 然后再吃底下的糯米饭 一个菜有几个层次 最棒的当然是暖胃糯米饭 喜欢芋头的网友 给大家赞我星星 喜欢芋头加糯米饭的网友 订阅我的职人吹水频道 如果喜欢芋头加糯米饭 再加肚油肉饼 麻烦你今天的频道会员继续吹水 中间还有鸭腸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我就先吃饭 那下条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这个饭真的不得了 刚才蒸了 已经流口水了 最棒是怎么吃呢 先做些肉饼 再加糯米饭 再加糯米饭 哇 真的 嗯 超级幸福 糯米饭 真是主角 一分钟 就是 对 那么 太坏了 太坏了 真的 太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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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